一条三百多斤的巨型非洲眼蟒即将被原始部落的人放入大自然 为了将巨蟒落实到位 部落中的勇士们不惜化身老六 整个过程不敢有丝毫大意 成功则全村吃习失败也会全村吃习 今天他们像往常一样进入丛林寻找蛋白质 越是人际罕至的地方越容易出现大祸 面对荆棘丛生的灌木丛 当地人完全可以穿梭自如 但是在城里长大的现代人却举不为奸 如果此时掉队将会彻底迷失在森林中 即便双腿早已伤痕累累也必须咬牙兼指 眼前的黑字哥只因三年前被荆棘划伤了眼睛 现在就只能沦为队伍中的陪训 继续穿越重重阻碍前行八公里后 他们发现了一处水潭 作为方圆数公里范围内唯一的水源地 附近肯定不会缺少猎物 来自饮水的动物通常都会在烂地中留下脚印 果然很快就在不远处有所收获 一条异常规则的小水沟吸引了老猎手的目光 在雨林中摸爬滚打一辈子的组长 一眼就看出这是一条巨大的非洲掩蟒爬行的痕迹 没有三五百斤的重量 不会留下如此深的沟壑 现在只需要顺着他的爬行痕迹搜寻 必定会有所收获 紧接着发现了他进食的痕迹 经常被蟒蛇吃的人都知道 此时他必定行动十分缓慢 正是将他拿下的最好时机 如果运气足够好 甚至还能一戒双雕 而不远处的蟒蛇还对越来越近的危机浑然不知 他能长到这么大的原因只有一个 自以为是这片水域的霸主就目中无人 可是今天却偏偏遇上了狠茬子 这将是他蛇生中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见到黑子哥 松软的泥沼虽然有助于寻找猎物的踪迹 但对于行动也是一场阻碍 即便双腿已经深深陷入泥潭当中 也非常期待今天的收获 如今已经是溅在弦上不得不发 此时前方的队伍突然停了下来 黑子哥凭借灵敏的嗅觉 察觉到了空气中弥漫着的腥臭味 这表明众人已经距离蟒蛇不足十米 为了一举拿下这条巨舞板 他们决定从三个方向同时出击 随着老组长一声令下开启了最后的冲刺 沿着巨蟒的爬行痕迹搜寻半小时后 部落众人终于发起了最后的冲刺 蟒蛇瞬间就被嗷嗷叫的吐住 用锋利的长矛扎扎成了刺猬 摄影师下的瑟瑟发抖不敢上前 生怕给自己也来上一毛 大伙随即将猎物拖到空地上 打算分成小块带回部落 意外的收获令他们开心不已 足够整个部落使用三天 本以为今天的行动就此结束 没想到在回家的路上还有惊喜 刚刚前行三公里 他们就在路过的水源地发现了新鲜的足迹 老组长断定猎物就在附近 由于他们干掉了盘踞在此处的大蟒蛇 周边的动物才敢安心来此饮水 随着泥沼中的足迹越发的清晰 老猎手断定这又是一只大祸 本来今天的食物已经足够 但顺路的意外发现也不会轻易错过 此时地面逐渐开始变得干燥 烧不留神将会失去目标的足迹 好在他们从小就对各种猎物的习性了如指掌 很快便再次发现了新的线索 究竟是兔子还是羚羊尚未可知 现在唯有继续前进一探到底 这时前方突然失去了猎物的踪迹 这表明他已经察觉到了被人跟踪 正躲在暗处伺机逃跑 经验丰富的猎手却一点也不担心 他们呈扇形分布在四周沿着一带 接着组长手捏鼻子开始了专属表演 组长模仿起了小羚羊的叫声 试图借此将躲在暗处的猎物呼唤出来 这种古老的不传之密平时屡试不爽 但这次任凭他喊破喉咙 激警的小羚羊却没有盯点反应 老组长猜测一定是相隔距离太远 羚羊无法接收到信号才会如此 众人继续向前搜寻了数百米后 开始新的尝试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 随着附近一声微弱的回应传来 一只羚羊赫然出现在视野中 部落众人一拥而上 几乎瞬间就将猎物拿下 正如他们先前所料那般又是个硬货 老组长表示从未在一天之内 有过如此丰厚的收获 这可以让他们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内 都不用为了食物发愁 部落中可谓是不养闲人 就连妇孺也是荒野求生的高手 这全都得益于羽林中丰富的资源 新鲜的藤蔓枝条当中 蕴含有大量的水分 远比地上的积水要干净得多 就连见多识广的记者都被深深震撼了 此时也大呼不可思议 女人们根据松软的土质 很快就找到一只善于打动的鹿龟 即便她能快速遁地 此时也无计可施 转眼就被五花大绑成了粽子 谁也没想到刚刚开始就有收获 接下来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面对凶猛的土拨鼠 他们又该如何应对呢 看下一段剧毒藤蔓 刮取外侧表皮 放入棕櫓树叶 用藤蔓绑紧 去除多余的部分 拿来树枝固定 加入一口清水 收集过滤出来的毒素 就是瓦拉尼部落德一横行羽林的秘密 无论是蜘蛛猴还是小松鼠 都不会见到第二天的太阳 带上三米多长的吹管 一行人即将进入羽林最深处 寻找可以放回大自然的猴哥 为了今晚落实到位 众人直接将效率拉满 很快就发现了大师兄的行踪 迅速装填好吹剑 老猎手开始了他的专属表演 这一剑精准命中猴哥 现在就需要使劲地晃动藤蔓 迫使猴子不停地移动 以便箭头上的毒液能够快速生效 只要猴子稍微停下脚步 等待他的就是一发箭矢 猴在树上跑人在地上追 除非他能飞天遁地 否则完全摆脱不掉身后的这群老六 经过多轮连续不停地攻击 蜘蛛猴终于坚持不住 身体不受控制 从大树顶端坠落下来 30多斤的猎物 足够补充一天的蛋白质 然而这种古老的技艺 并非瓦拉尼部落的专利 远在数千公里之外的 另一个部落 更是将吹管运用到了极致 面对40米开外的小松鼠 都能实现精准打击 部落中每个人 都有一双火眼金睛 体型只有十多厘米的松鼠 远距离下摄像机 都很难观测到 但对于不玩手机的假吸族来说 却如面对势力表上 最大的那个石标 只要被他们锁定的猎物 几乎没有逃脱的可能 由于体型太小 毒液发作的时间也非常快 猎物好巧不巧 正好卡在了树叉之间 当地人为了应对这种情况 每个人从小都会练就 一身徒手爬树的本领 这是他们在雨林中 生存下去的基本技能 小松鼠很快就被取了下来 这一次的距离在40多米 仅凭感觉 却能精准命中 猎物最致命的心肺部位 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把猎物装入口袋中继续出发 这样就可以腾出双手 避免突然发现猎物手忙脚乱 很快众人便再次发现了新目标 对于送上门的美味自然不会错过 虽说松鼠体型比不上猴子 但在雨林中几乎随处可见 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获取的食物 毕竟部落中的妻儿老小还在翘首一盼 好在这次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免去了爬上爬下的诸多烦恼 另一边的同伴也有收获 三只猎物虽然不足以填饱肚子 但天色见晚他们也不得不结束狩猎 您认为与瓦拉尼部落相比 谁更挤高一筹呢 卡一根树枝做木毛 就能精准定位猎物的洞穴 放入木棍作为标记 接着用大砍刀扩大洞口 将钻木取火收集的木屑点燃 却并非要火攻 在树叶扇子的加成下 就能产生大量的浓烟 烟界风势可以迅速充满整个地下洞穴 其他部落成员手持木毛沿着一带 究竟是怎样的猎物使他们如此煞费苦心 经过半小时的努力 细娃终于将一只肥瘦的土拨鼠拽了出来 然而这仅仅只是开始 为了在这片不适合居住的大地生存下去 人们总是想尽一切办法谋得宝贵的遗产 眼前这棵百年巨树的内部已经腐朽 为了得到大树顶端的蜂蜜 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其砍倒 这样可以将风险降到最低 但同时也是极其耗费体力 仅仅凭借两把并不锋利的斧子 三个人硬是花费了两个多小时 大树依旧坚如牌石不动如山 本来以为爬上腐朽的大树 会撑不起自己的体重 现在看来却是起人忧天 此时时间已经临近中午 如果还是不能成功 整个部落中的人都会饿肚子 继续坚持砍伐一个多小时后 巨树终于开始晃动 留给他们撤离的时间很少 可以躲避的区域非常有限 能否顺利脱身全看身法是否足够灵活 巴卡人开始呼唤部落中的气 一起来享受这来之不易的一餐 女人和孩子听到之后迅速赶来 他们爬上半人多高的树杆 仔细寻找树洞中诱人的蜂蜜 与林中的蜜蜂种类繁多 而眼前的暗指无刺锋 非但不会折人 甚至连叮咬都无从下口 现在部落众人可以肆无忌惮地 享受这场滔铁盛宴 然而并非所有的蜜蜂都是好惹的 也并非每一餐都来得如此容易 这一次的蜂巢位于五十米高的大树顶端 他们将干燥的茅草裹在新鲜的树叶当中 细在腰间就开始徒手爬树 全程只依靠一根脆弱的藤蔓 利用身体的反作用力 一步步向上攀爬 即便一身腱子肉此时也有点吃不消 但却没有任何落脚点可以休息 历尽千辛终于爬了一半 蜂群的轮番攻击又让他无处可躲 现在唯有尽快找到蜂窝 端掉他们的老巢才能一劳永逢 半小时后 黑子哥终于接近目标 此时才是对技术真正的考验 为了方便取蜜只能先将洞口扩大 同伴此时也上来帮忙 五十多米的高空一个不留神 等待他们的将是不可承受之重 看着树下的族人满怀期待的眼神 眼前的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 好在这一次并没有意外发生 二人顺利调换了位置 开始攫取堪称液体黄金的蜂蜜 小蜜蜂的灵力反击让他有些无从下手 但为了妻儿老小的温饱依旧一无反顾 有收获 辛勤付出得到了足够的回复 半个多小时后 美味的蜂蜜装满了篮子 足够部落中一天的食物消耗 他们用藤蔓将篮子缓缓放到树下 鸡肠碌碌的族人们早已迫不及待 尽情享受着用生命换来的一餐 他们虽然没有车贷房贷的压力 每天却过着雍孙不济的生活 仅以此偏 致敬为生活奔波的云云众生 先在大树上卡一刀 接着用竹筒收集之夜 纵然稍后就会徒手拽豪猪 现在也不得不小心谨慎 作为原始森林中的绝命毒师 他们深知这种液体的威力 此时必须保护好双眼 每年部落中都会有人因此而失去光明 如果不是为了将大师兄请回部落 没有人会如此大费周章 枝叶经过大火熬裂 已经由白色蜕变成了黑色的粘稠物质 将棕榈树的叶片削成吹剑 再把毒液均匀涂抹在吹剑顶端 拿出祖传三代的食人鱼牙齿 在顶部刻上凹槽 以便命中猎物后可以快速折断 最后放在火堆旁考干就大功告成 通过特制的吹管加持 时速能够达到惊人的180公里 甲西族借此横行整片热带雨林 先有猎物能够从吹管下逃脱 现在他们即将前往雨林最深处 寻觅躲藏在巨树顶端的大师兄 然而想要透过茂密的植被 寻找到猴哥的踪迹并不容易 势力受阻的情况下只能依靠听觉 搜寻半小时后 终于在地面发现了猴子刚刚啃食完的树叶 根据新鲜程度判断 巨子不会超过三公里 就在众人继续推进的时候 突然出现的豪猪脚印 引起了他们极大的兴趣 相对于灵敏的猴子 行动缓慢的豪猪无疑是唾手可得的美味 只需要用到几个木棍就能轻松拿捏 很快众人就找到了豪猪的巢穴 用木棒将所有的出口全部堵上 此时豪猪已经成为了笼中之物 借着点燃湿茅草放在入口处 借助锋利使烟雾可以快速 充满四通八达的地下通道 其他成员手持木毛岩这一带 仅仅过去十多分钟 呼吸困难的豪猪刚想出来透透气 就被等候许久的猎手送上关切的问候 等他反应过来已经为时已晚 任凭如何挣扎也始终无法摆脱古鲁斯的长矛 终究还是向命运低了头 而地洞中的第二只豪猪 似乎感知到了外面的状况 无论如何也不肯迈出洞口一步 担心时间太久附近的猴子会跑远 古鲁斯无视豪猪的尖刺 直接下手将他给拽了出来 这才发现他早已被枪晕 意外的收获让众人开心不已 由于还要继续寻找猴子 带着七十多斤的猎物太过浪费体力 商量过后决定让同伴先行将豪猪送回部落 其他人则继续出发寻找大师兄 幸运的是猴群并未走远 为了一举将他们拿下 部落众人打算从四个方位包抄 寻找到最合适的角度送出吹剑 距离目标超过了四十米 已经快要超出吹管的极限范围 吹剑堪堪接近猴哥却失之交臂 古鲁斯不得不重新再来一次 顺利送出吹剑后 只需要静静等待毒液发作即可 这种古老的原始技术 也只有在人际罕至的部落中才能看得到 大师兄此时已经是强弩之末 很快就从大树顶端坠落下来 即便吹剑已经脱落 但箭头却留在了他的躯体当中 今天的收获无疑是非常丰富的 可以维持整个部落三天的食物所需 当他们带着猎物满载而归 族人们的眼神中早已充满了对蛋白质的渴望 他们在弱肉强食的原始雨林中 有着自己的生存法则 一切都是为了能够繁衍下去 没有是非对错 只有心酸与无奈 很难想象仅停一个木棍 就能拿下一盏超过一米的胡服 而面对急速飞行中的胡服 更是不惜花费一天时间搭进高台 即便胡服拥有强大的声纳系统 依旧躲不过黑字歌手中的小飞棍 当地人对胡服的热爱程度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 这是位于太平洋深处的一座小型岛屿 岛上大片的果林成为了胡服赖以生存的家园 而作为食物链顶端的男人 自然不会放过这些随处可见的美味 日落时分正是胡服群出没的高峰期 当地人早已对他们的习性了如指掌 白天全都躲在阴暗的原始森林深处 想要找到他们的藏身之地并不容易 而且还要保持足够的安静 任何风吹草动都会令他们逃之夭夭 手持一人多高的巨弓缓缓靠近 终于找到了胡服群落脚的大树 黑字歌此行只带来三只长剑 可以出手的机会非常有限 找到合适的角度后 平度呼吸送出了第一只箭矢 没想到却被蝙蝠轻松躲过 黑字歌的好胜心也被激起 跟踪数百米后再次将箭矢对准了目标 且看它能否成功 这一次虽然没有失手 但胡服犹如穿了盔甲一般毫发无损 此时的箭矢已经用光 黑字歌随手砍下一截小木棍 少家修饰就是一把简易回旋镖 配合无比娴熟的手法 一混就将胡服成功拿下 然而这一只猎物还远远不够部落众人 补充蛋白质 接下来他们要赶在胡服群离开之前 依托大树搭建一座二十米的高台 以便从高空伏击蝙蝠群 森林中从不缺少建筑材料 为了即将到手的美食众人 不敢有丝毫携带 将砍下来的木棍用藤蔓绑好 逐层搭建 直至于大树的顶端齐平 此时的蝙蝠群已经在头顶盘旋 只需要等他们靠近就可以甩出木棍 三十米的高空没有任何防护 稍不留神就得全村开袭 然而这一次好运却没有降临 在历经多次失败之后 胡服群逐渐开始远离这片区域 辛苦搭建的高台失去了用武之地 黑字歌只能爬到远处的大树上 刺激而动 看来今天不拿下几只猎物 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半小时后终于等到了机会 趁着胡服走神之际精准命中目标 如此近距离下 声纳也失去了作用 掉在地上依旧十分的生猛 随即被黑字歌一棒子送回了老家 这种果服一盏超过一米 体重更是能达到两公斤 虽然不足以填饱肚子 但丝毫不影响塔纳岛人对他们的热爱 如果此时邀请你共进晚餐 阁下又该如何应对 为了抓到这只硕大的肺肺王 部落中的大黄不幸负伤 黑子歌只好将就一下将它放入了大自然 死刑可谓是准备充足 光是种类不同的语剑就用了七种 二话不说 骑上摩托车开始出发寻找肺肺 一路上猎物众多 刚出部落就有不小的收获 这全都得益于庞大的情报网 数十条猎犬可以轻易找到沿途的动物 想要在这片贫瘠之地生存下去 它们自然不会挑三拣四 哪怕是钻入石头缝中 也要将猎物成功拿下 但在此之前 谁也不知道当中到底会是什么动物 有时候能够收获一头几百斤的大野猪 还有可能一无所获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轮番上阵 终于将猎物拽了出来 黑子歌表示这种动物都是成群出梦 附近一定还有它的同伴 事实也果真如它所料 第二只猎物也很快被掏了出来 黑子歌无比开心地模仿起了它的叫声 就在众人放松警惕之时 第三只猎物却趁机想要逃之夭夭 可它最终还是低估了成群的猎犬 不过众人今天的目标 依旧是二十公里外的沸沸岩 此刻的汪汪队早已饥喝难耐 根本无理同凶猛的沸沸抗衡 然而偏偏就在此时遭遇了沸沸群 虽然被远远甩在身后 但沿途的斑驳血迹 说明事情并不简单 摄像师紧追慢杆还是晚了一步 沸沸已然被成功拿下 即便她平时感同花豹叫板 但在哈扎比人眼中也只不过是一坨蛋白质 此行一共裂的两头沸沸 带回部落足够维持三天的食物补给 返回部落还需要三个小时 扛着两头硕大的沸沸谁也吃不消 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就地分解 饿了一天的大黄终于苦尽干了 争相抢夺着来之不易的一餐 黑子歌也急需补充能量 只有吃饱了才有力气将食物带回部落 野外没有锅碗调盆 户外小烧烤绝对是不二之选 不需要什么花里胡哨的调味品 主打就是一个最原始的原汁原味 剩下的猎物被带回部落 众人对今天的收获颇为满意 毕竟这种食物并非每天都能吃得到 即便在部落中处理食材也不会像我们那般细致 未经清洗的食材全部放入锅中来个大杂烩 既简单又粗饱 油腻的肉汤也不会有丝毫浪费 以被下毒堪比82年的拉飞 再加上方圆数公里内的小苍蝇跳舞猪性 一场极具艺术性的饕贴盛宴就此展开 如果换作是你 能够适应这里的生活吗 卡一块树皮 扫一个小洞 小心翼翼放入泥土当中 点一截绳头插入开好的小孔 此时烟雾的形状并没有丝毫变化 用树叶拍打地面 或是洞穴中的猎物移动身体 从而改变气流走向 任何微弱的变化都能通过烟雾表现出来 究竟是怎样的猎物 使得部落众人如此大费周章 不惜绝地三尺也要将它找到 在附近其他的洞口设下套索 防止猎物趁机逃脱 黑子哥开始了徒手挖掘 如果你以为这条蚯蚓就是目标 那就大错特错 真正的猎物藏在两米深的底下 在这片原始森林当中 没有任何一餐是可以轻易获取的 两小时后终于嗅到了猎物的气息 此时神秘的巨物 也终于第一次展露在世人眼前 虽然现在它还无比的凶猛 但很快就会成为比格米人的盘中之餐 经过多轮的极限拉扯 这条巨大的非洲电满总算被成功拿下 小半天的努力得到了巨大的回报 而这仅仅只是开始 比格米人荒野求生的技术层出不穷 这种树木的枝叶有着强烈的神经毒素 千万不能粘到手上 用树叶收集好打包带走 回到部落开始进一步加工 在黑色的草木灰当中 放入树皮中的枝叶 充分搅拌后涂抹在箭头上 就可以用来对付远离地面的猎物 如此小巧的弓箭如同玩具一般 究竟能否旗开得胜呢 雨林深处云雾缭绕 黑子哥凭借敏锐的势力 可以轻易找到猎物的藏身之地 经过一番搜寻 很快便锁定了一只猴子 张公搭建小手一松精准命中 三分钟后大师兄就失去了知觉 黑子哥只能爬到树上将它取下 比格米人对于食物从不会有任何挑剔 能够遇到什么猎物完全依靠运气 这也是他们获取蛋白质的唯一途径 本来打算就此返程 没想到路上再次偶遇一只大鸟 摆不穿羊的本领 并非一朝一夕就能轻而易举练就成功的 意外的收获让两人非常开心 而部落中的其他人正在向丛林集结 拉动数百米长的巨网 形成迷宫一般的通道 接着开始驱赶附近的动物 方法虽然简单却非常高效 很快就将一只章子成功拿下 即便比格米人平均身高不足一米五 但户外生存的本领 绝对是天花板级别的存在 凯下一劫藤蔓 将枝叶滴入双眼 只为了能够看得更远 戴上还未满月的弓箭 一行人朝着森林深处寻找午餐 如果不出意外 马上就会出现意外 前方突然传来同伴的呼喊声 原来是一条剧毒的绿曼巴挡住了去路 奈何今天碰到了硬茬子 在万物皆可为食的比格米人眼中 也只不过是一根富含蛋白质的大蜡条 而此时另一对人马也有意外收获 乍一看只是一只猴子 没想到背上还有一只更小的 小家伙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呆萌的举动打动了众人 商量过后 最终决定将他放归大自然 大师兄被带回了部落 即将成为比格米人补充蛋白质的来源 部落中没有是非与对错 一切都只是为了能够在雨林中生存下去 看似不可思议的背后 是一张张对食物充满可求的脸庞 好在这里的资源足够丰富 几乎每天都有不同的花样 这条鳄鱼对部落中人来说 也是稀松平常的家常便饭 昔日的水中霸主被绑上嘴巴 完全失去了不可一世的架势 当夜幕降临 所有人都汇聚在一起用餐 也为这里是食物共有制 每个人都必须为部落出一份力 男人负责寻找食物 女人负责操事家务 鲍鱼打破了黎明的宁静 女人贸雨在院子的积水中换洗衣物 即便浑浊的泥水并不比衣服干净多少 但她表示问题不大 如果不是雨停了 甚至还想要顺带洗个澡 雨过天停后 正是捕鱼的最好时机 河水上涨会将鱼儿困在沼泽中 只需要把入水口封堵 再用水桶手动清理干净积水 这里没有抽水泵可以使用 最原始的技术却往往简单有效 带到水落石出 满地的小鱼尽收眼底 体型不大却数量众多 不仅可以为男人分担一些压力 也能为食谱增添一道美食 有时候他们也会使用雨网 虽然效率拉满带少了一份乐趣 他们的水井全靠雨水填充 打一桶水都能捞到蛋白质 比格米人虽然生存环境恶劣 但他们却几乎没有烦恼和压力 真正做到了反途归真的本质 这或许就是人与自然最融洽的相处方式 上百斤的大鲼鱼即便躲在树洞当中 也逃不过左哀人的火眼金睛 在这片与世隔绝的原始雨林当中 到处都是神出鬼没的独虫猛兽 为了部落中的妻儿老小拨肚子 他们每天都要冒险寻找食物 此行收获的大鲼鱼 也仅仅只能围吃一餐 回到部落就迫不及待开始处理食材 在这个资源匮乏的原始部落中 左哀人对食物的珍惜程度远超其他部落 从头到尾不会有丝毫浪费 真正意义上做到了物尽其用 不能食用的部分 也可以利用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食材经过简单的处理 放在树叶上备用 通过钻木取火俨然棉絮 将食材放入锅中静待美味的蜕变 把猎物的背甲固定起来 干燥后就是一个坚固耐用的盆子 半小时后终于可以享受美食 即便没有任何佐料 也会被一扫而光 每个人都吃得津津有味 左哀人的生活没有适于远方 他们到过最远的地方 就是十多公里外的雨林深处 如果不是为了寻找可以果腹的食物 甚至会像部落中的女人一样 一辈子都不会走出部落 平时温文而雅的他们 一旦进入丛林 立马化身成为剑无虚发的神射手 即便是空中的飞鸟也能守到勤来 大鸟的羽毛也会收集起来 刘带制作箭矢和送给妻子 作为帽子上的装饰 这里没有冰箱可以储存食物 但他们却有独特的解决方法 由于雨林当中几乎常年恒温 所以皮草对他们来说完全用不到 索性一把火将猎物的皮毛烧个干净 也省去了去毛的繁琐步骤 部落中最有经验的长者亲自上阵 食材随着手起刀落间 被均匀分割成方便储存的小块 分割好的鹿肉会挂在房梁上自然风干 虽然没有用盐腌渍 也可以保存三天不会贬制 新鲜的鹿肉冒着热气出锅 尽管这里是食物共有制 但彼此之间谁也不会争强 更不去计较谁分的多谁分的少 没有勾心斗角尔与我诈 大家其乐融融活在当下 追求一份内心舒适的田径与洒脱 他们没有房贷车贷的压力 也不会羡慕外来者的光鲜亮丽 或许这种纯真的笑颜 也只有在此处才能看得见了 来了 我又来了 男子取下一块沸沸的小心肝 送入口中感觉意有未尽 随手又从毛肚中取出一个草球 盯着它陷入了沉思 这一锅最原始的大乱炖 就是部落众人的晚餐 如果你了解这个部落就会知道 从来没有一只沸沸胆敢在他们的眼皮下蹦的 当第一缕阳光洒满大地 部落小哥就要开始寻找可以果腹的猎物 今天的目标正是凶猛的沸沸 但对于沿途的其他食物也不会错过 眼前这棵上千年的大树上就有他们心心念念的蜂蜜 这是部落众人补充糖分的重要来源 小哥爬到洞口观察一番 内部的风群令他头皮发麻 为了吃到这平时少见的美味 他们决定利用烟雾驱赛小蜜蜂 原始而古老的钻木取火技术 使部落中人人必备的生存技能 将火种倒入干燥的茅草上轻轻吹上几口气 浓烟顿时飘散开来 为了防止失手的时候可以快速撤退 黑子哥将木棍定在树干上 搭建起一个简陋的梯子 随即在烟雾的笼罩下开始爬树 此时蜂巢内的小蜜蜂全都聚集在洞口 面对不讲武德的黑子哥开始反击 反观黑子哥似乎早已习以为常 对此根本不屑一步 面不改色心不跳 就将一大块蜂蜜掏了出来 树下的同伴捡起就往嘴里在 生怕被其他人抢先一步 等到小哥艰难的从树上爬下来的时候 一大块蜂蜜已经被分尸殆尽 面对来之不易的食物 谁也不会谦虚 补充完能量众人继续上路 很快便发现了沸沸的踪迹 纵然她无比凶猛也还是不够看 转眼就屈服在弓箭之下 现在必须火速将食物带回部落 同时派出一名同伴提前跑回去报信 族人们早已满怀期待 今天他们准备制作一道沸沸火锅 新鲜的毛肚是不可多得的食材 即便在这个偏远的部落也大受欢迎 而这些黄黄的东西就是你想象的那样 只有如此才能保持原始的鲜香 还没有来得及下锅 小哥就迫不及待想要先干为敬 最终能够留下一半毛肚族人都得感激涕零 现在将处理好的食材全部丢入锅中 除了清水没有任何多余的调料 这金黄的色泽看着就让人食指大动 小哥还不忘秀一把徒手端热锅的绝技 这波操作直接惊呆了 打小就没有见过大市面的摄影师 经过大火十分钟的熏陶 里面的浓汤逐渐开始翻滚 像极了我们平时喝的奶茶 他们用木棍持续搅拌 使得肉块能够快速吸收汤汁的精华 将新鲜的树枝铺在地上当作餐具 把肉块捞出稍微冷却就开始大快躲移 虽然没有任何佐料 但众人依旧吃得津津有味 到最后再来上一口浓郁的沸沸汤 一股独特的鲜香充斥着味蕾 只听声音就非常上头 口感更是不言而喻 如果把你放在这里 能够适应这样的生活吗 突然窜出的小松鼠把黑子割下的直接标果翠 反应过来后急忙追了上去 然而他还是小看了对方 松鼠躲到了地洞当中再也不肯露头 可黑子割也不会轻易放弃 猎物在四通八达的洞穴中另辟蹊径 部落众人在后方紧追不舍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围追堵截 终于将猎物堵在了茂密的灌木层 意外的收获令众人惊喜不已 但这一只还远远不够维持整个部落所需 同伴带来了几天前的羚羊肉 打算利用这些已经变质的羊肉作为诱饵 吸引附近的动物前来觅食 这片陡峭的山地当地人称为沸沸岩 每天晚上都会聚集大量的沸沸 每当食物匮乏的时候 哈扎比部落的人都会来此碰碰运气 由于沸沸晚上才会出现 众人决定继续在附近搜寻其他猎物 最常见的无疑是枝头的小鸟 虽然个头不大但数量众多 这也成为了部落众人停食打牙剂的不二之选 仅仅过去半个多小时 黑子哥就收获泼风 他们没有包包可以收纳 把猎物放在腰间就可以腾出双手 丝毫不会耽误做别的事情 对于他们来说 大自然中的一切皆可未及所用 口渴的时候随便找到一处积水 就能酣畅淋漓的惊息牛眼 不需要借助任何工具 像动物一样直接趴在地上喝 从小在这片不毛之地生存 他们早已练就出一副钢铁般的肠胃 无视生水中的各种微生物 当众人再次返回肺肺炎的时候 本该晚上才会出现的肺肺竟然提前现身 即便是游猎为生的哈扎比人 在大白天面对这种凶猛的野兽 也没有把握 一时间众人方寸打乱 好在经过长达八公里的追踪 总算是将猎物成功拿下 此行一共收获两头肺肺 返回部落还有十多公里的山路 纵然他们天天锻炼也有点吃不消 但为了部落中的妻儿老小别无选择 只能走走停停轮流背着猎物 终于在日落之前回到了部落 紧绷的神经得到了片刻喘息 老哥抱着进入梦乡的肺肺 片刻也舍不得撒手 因为这是勇士的象征 男人为部落中的成员 讲述着一天的经过 同时商量一下 稍后用哪种做法放入大自然 正所谓众口难调 在一片激烈的唇枪舌战中 敲定最终的方案 没有什么分歧 是一顿小烧烤不能解决的 所有的不快都会在美食中烟消云散 他们没有车贷房贷的压力 唯一美中不足就是不能上网 如果换作是你 愿意过这样的生活吗